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锂电池保护板现在越来越常用了 而且也非常的常见 如果锂电池没有保护板的保护 电池容易损坏 而且在过流的时候也容易燃烧爆炸 总之它是发热 所以说没有保护板的锂电池使用是非常不安全的 那么锂电池保护板包括哪些电路呢 它主要包括过流保护电路 也就是充电过流保护 放电过流保护 还包括放电嵌压保护 充电过压保护等电路 另外当这个板过热的话 这还有一个温度开关 这个开关的温度是90度的 当这个温度超过90度的时候 这个开关就会动作 如果是长开点的它就会闭合 长闭点的它就会断开 这部分电路是属于均衡电路 当单解电池充满的时候 均衡电路就动作 然后使单解电池在放电的同时 被功率管和电阻短路 然后给其他解电池充电 直到所有的都充满以后 就充满自停了 另外这边就是充满自停电路 另外放电也是通过这个芯片来控制的 当放电出现切压的情况 这个芯片输出信号以后 通过功率管 断开放电 另外这边还有一排指示灯 就是我们充电的时候 给它均衡用的指示灯 另外能够指示充电的状态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由于我没有电池 我就接了这么一个电池的位置 现在是快充满的状态 它是闪烁的 当电压低的时候 也就是没充满的时候 它是没有反应的 当接近充满的时候 它是闪烁的 当充满以后 它是常亮的 其实这一排 电路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看这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它是怎样实现的呢 首先呢 它是通过这边这个三级管 来带动这两个电阻 这两个电阻是并联的 是300欧的 两个并联以后是150欧 然后这端呢 这个灯珠是通过1K电阻给它供电 这样当三级管导通的时候 这个灯珠就会点亮 当这个灯珠不闪烁的时候 这边的芯片 与这边的芯片是一样的 都能够检测到这个电压 稳定了 也就是达到充满值了 从这输出信号以后 通过这个电阻来控制 我们这边的电路 使长管的三级 输出低电位 从而使它停止充电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就是一个均衡电路 这电池呢 都是多节的 然后呢 每一个单元都是这样的 我们看这段是电池的负级 这段是电池的正级 当HY2213 这个引脚供电 也就是接电池的正级 这个引脚接电池的负级 这是它检测电池的电压 如果达到接近充满值的时候 这个引脚就会输出高电位 当它输出高电位的时候 三级管就会导通 也就是说从电池的正级 然后通过两个并联的300欧电阻 然后通过三级管的极电极发射极 回到电池的负极 这样给电池进行放电 其实呢 也是把其他解电池充电过来的电流呢 通过电阻和三级管 与电池并联以后放到这一端 所以能够起到均压充电的作用 当这个位置的电压达到了充满值 那么这个位置稳定了 也就是说始终输出高电位了 三级管呢 是始终导通的 这个电阻始终是导通的 所以指示灯就常亮了 这个保护板当充满的时候呢 这一排灯就全亮了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